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陈怡瑞害红队惨败哀哄 全明星于诚心进阶真相 他没时间 红队在上周播出的全明星运动会惨败 其中陈怡瑞事务连连 被网友认为是最大战犯 事后他也难过报哭发文 对此于诚心透露大家都有安慰他 但认为他需要的不是安慰 而且陈怡瑞练习都是全情到场 他还把五人制棒球的练习时间 拿去花在桌球与球上 因为他已经没时间了 又单引号 于诚心说输了安慰一定有 但不用给过多安慰 安慰太多反而会让陈怡瑞有压力 而且他一定知道自己的状况 对汉芝跟曾欲加事后 对三连败都有发文 汉芝写下 看完播看完留言看完讯息 我只想说你们这群臭榴莲 就不要让我们拿总冠军来打你脸 看似很不平 于诚心透露汉芝发文 骂的臭榴莲是指酸民 我们都很气 谁也不想输 但看到被酸民骂我们用词 尖酸刻薄又臭 当然会受伤 他们其实不懂我们练习的辛苦 一定要深入其境才会知道状况 又单引号 而他 夏浦阳 张嘉生 新浦生近来曝光多 如今红队惨书 也有网友认为三人是否外物太多才影响表现 于诚心也强调三人都是训练之余才去接工作 加上近来都轮番受伤 所以也感谢其他队员梅贤志 曾欲加跟汉芝的支援 他们比我们新浦生三人还重要 我们六个男生都是在一起的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um 这就会让你放在温柱下 感谢您的支持